欢迎收看台湾的声音 我是李哲义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许多经典的台语金曲 那这些令人怀念的音乐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不一样的理由 那今天既然要介绍金曲 我们一定要请到镀金的来宾 我们先来欢迎金曲歌王翁立友 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立友其实国台语都唱 之前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也唱到国语的掌声响起 在所谓演唱台语的部分 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琢磨在这个地方 台语歌其实 我觉得影响我们最深的 其实是日本的演歌 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音源机会 我喜欢上日本歌 后来我觉得喜欢上日本歌之后 我觉得对于我来唱台语歌 台语歌那真的是帮助太大 因为日本的咬字的那个发音 很适合唱台语歌 是 再来日本的演歌那些歌声唱歌 那这样九万十八万 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吃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一般都不是让我们吃粗粥 就是让你这样细细品味 精巧的 就精致就细细 其实你自己虽然说一日你唱台语歌 你也经历过这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的怀念金曲里面 你想到哪一条要跟我们分享 这条应该不是算老歌 这条算中古的 中古的 也差不多二三十年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时候我好像吃几岁而已 咱咱吃几岁而已 但是真神奇 那歌 歌有感觉不感觉 你自己听的前奏 好像有一阵风吹过来 孙情青春梆 就有这个魔力 算是中古的 孙情青春梆 空中的 孙情青春梆 就没有打ким 不是我旁邊 孙情青春梆 不是我旁边 不是我旁边 愛的想法 甘願是無法等 腳掩斷愛是一條腳 生來生氣同樣又有中 青春萬 青春萬 唱歌來改喉唱 歌聲是真運郵 長老老也有自己的願望 歌聲是真運郵 我都不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